Cama是URU的創造者在新手时期会使用的剪辑工具 因为它的界面清晰简单操作不复杂 并且提供了很多的模板、预设和动画效果 这期影片会告诉你 使用Cama做影片剪辑的10个进阶技巧 会帮助你解锁更多Cama的剪辑功能 让你更轻松的去使用Cama剪辑出尊严感十足的影片 Hi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办法关于YouTube频道云 流量变线 也只网络穿业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那首先第一个脚就是 我们可以在Cama里面去一个画面 加入转场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有加入两段的画面 我可以先来播放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两段画面就是一个简单的画面切换 但是我们在剪辑影片的很多时候 我们是想要让两个画面有一个顺畅自然的过渡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画面的中间去加入个转场 让画面能够自然的过渡 那想要在Cama里面去给画面之间加入转场 我可以把鼠标移动到这两个画面之间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就会跳出这个选项叫新增转场 那现在呢 Cama就提供一些转场给我们的选择了 你可以把你的鼠标移动到这上面 就可以预览这转场了 比如说这个是溶解 那这个就滑动 圆形擦除 颜色擦去 直线擦去 鼻动并引动 流动 堆叠 还有一个叠加 那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这个溶解转场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就会加入一个溶解转场的标志 就代表我就加入了这个转场了 那我可以再来播放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两个画面之间就有一个这样的转场了 接下来一个技巧就是分割页面 那我们在平时剪剪影片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在影片的中间 去做出些剪切 然后去删除一些片段的 这个时候在Cama里面 我们就需要使用到分割页面的功能 那这边再告诉大家一个技巧 你可以把你鼠标移动到这个标志里面 现在它选择的是缩放页面 你再点击一下 然后它显示的是缩放缩图 然后再挪动着时间轴 你就可以看到 我底下这一栏 它的这些画面的细节就更多了 我就可以进行更精准的剪接 比如说我移动着时间轴 到这个时间点 然后可以右击 随便选择分割页面 然后我再移动着时间轴 移动到这个时间点 再选择右击 分割页面 那刚才的一段素材 我就切割成了三段素材了 那我就可以选择删除掉中间这素材了 按住键盘上面Delete 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删除掉了刚才中间那一段素材了 那么这个就是开码剪辑影片的时候 快速的去删除掉影片中间的片段 接下一个角就是动画预设 那现在我是可以在这个画面上面去交入一些元素的 我选择元素选项 然后我可以选择图像 然后选择查看全部 比如说可以搜索订阅按钮 那这边就提问给我很多关于YouTube的订阅按钮 它的图像了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图像 交入到我画面上面 然后调整它大小 还有它的位置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能给这图像去交入一个动画的 CAMMA里面是有很多的预设动画的 我可以选择动画选项 那这边会有一个基本的动画效果 比如说这个阳线 平移 插去 那底下呢还有夸张的动画效果 比如说这是滚动 这是霓虹灯 那在底下还有一个新增的动态效果 这个就是更加复杂一些的效果了 比如说这是旋转 然后这是闪烁 这是停顿 然后这是扭摆 那比如说可以选择弹跳效果 去抓住观众注意力 然后你可以选择动画是要进入的时候 还要退出的时候都显示这样的效果 还是说只在进入的时候显示这样的效果 或者说在退出的时候显示这样的动画效果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它的速度 这个呢是需要你升线下CarnoPol才能够使用的 那如果说你想去体验一下CarnoPol的各种功能 包括它提供的更多素材 更多的效果 还有更多的预设 那么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解锁30天的CarnoPol的免费使用 那这边呢我可以把它变成更高速一些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效果 就可以看到 我这元素就交了一个这样的效果了 那接下来一个技巧就是建立动画 那现在我们是可以在CarnoPol里面 为一个元素做出一个动画的效果的 比如说现在我影片的背景是一片天空 我就可以选择加入一个鸟的元素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只鸟动画 然后调节它大小 把它移动到这个位置上面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动画 这边有个建立动画 那它的操作十分简单 就是你用鼠标按住这个元素 然后拖出一个轨迹 就可以建立一个动画了 我选中这只鸟 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画出一个弧线的轨迹了 到这边 那现在我这只鸟的元素 它就在飞了 有个动画的轨迹 那这边你还是可以调整它的移动风格的 比如说原始 滑顺还有稳定 比如说可以选择稳定 来看一下 它就会有这样的移动风格 你也可以选择是否要让元素沿着路径进行移动 你就可以看到 当我打开这个选项之后 它就这样子移动了 所以还是选择关闭 这样会更自然一些 那你还可以调整它的速度 比如说你想让它更慢一点飞 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是更慢一点飞了 那如果说你在简报里面做出这样的效果 你可以选择这个按一下时出现 那么当你按一下的时候 它就出现这样的动画效果了 那底下还有新增动态效果 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 旋转 闪烁 停顿 还有扭摆 所以这个功能也是非常方便的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那接下一个角就是显示出现时间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在这画面上面 加入了两个元素 一个是订阅按钮 一个是点赞的标志 那我可以播放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从一开始 这两个元素就出现在我画面上面了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并不想让所有的元素 都是同时出现在我们画面上面的 我们是想要去控制元素出现的时间的 那如果说你想去控制在CAMMA里面 它的元素出现时间 比如说我先控制一下 这个订阅按钮它出现的时间 我就选中这订阅按钮 然后右击 这边有个显示时间 那就可以看到从头到尾 这个订阅按钮都出现的 那我可以挪动这个轨道 调整它的时间 那我再播放一下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这个订阅按钮才是出现的 那同样的道理 我可以控制一下 点赞出现的时间 那当我选中点赞这个元素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轨道出现了 我可以调整一下 我想让它比订阅按钮更晚一些出现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播放一下 现在订阅按钮出现了 然后是点赞出现了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在剪辑影片的时候 控制每个画面上的元素 它出现的时间了 接下来个介绍就是 影片的搜索过滤器 那在CAMMA里面 是有提供很多影片的素材的 我们是能够去加入到我们画面里面 比如说我搜索天空 你就可以看到 这边会有非常多关于天空的素材 那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想要去专门找一些 特定的天空素材 比如说想找到一个 夕阳西下的天空的样子 那我就可以选这个过滤器 然后呢 这边你可以看到 会有一个颜色 它就是能够帮助你 去透过颜色来进行分类 比如说我要找到一个 带有黄色的这个天空的元素 那就可以看到 现在显示的天空的素材 都是黄色为主的素材了 我就能快速的找到 夕阳西下的天空的素材了 所以这个功能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下一个功能是 你可以为你影片去加入边框 那想要去找到边框 你需要选择元素选项 然后在这边会有边框的选项 我选择查看全部 那这边会有不同的种类的边框 比如说基本形状的 电影照片 装置 纸张 花卉 斑点 你是能够按照你需求 去找到相关类别的 那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装置选项 然后查看全部 那这里面都是关于装置选项的一些边框了 那比如说我选了这个笔记本电脑的边框 然后把它拉大 那边框的作用就是 我们是能够去加入影片或者图片到这里面的 那比如说我可以添加这个影片的素材到这边框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现在我做部影片 它就嵌入到了这笔记本的边框里面了 会让你整体的感觉更加真实 那接下一个功能是影片去背 那如果说你是Canop Pro的用户 你是可以使用这个功能的 去为你的影片素材去除背景 还是一样 如果想体验一下Canop Pro的功能 你是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获得Canop Pro的30天的每位使用的 那这边我准备一个素材 它是正在跑步的 那我可以选这个编辑选项 然后这边你可以找到背景一处工具 那下面就可以看到了 我这部影片的背景就被去除掉了 但是根据不同的素材 它去除掉背景的能力是有不同的 因为这背景它比较复杂的 并且这个人物也是在运动的 所以它去除背景的效果不见得非常好 所以我可以换一个素材 比如说我用这个素材 然后去除掉它的背景 你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素材它的背景就被去除掉了 然后我可以更换它的背景 比如说我可以添加一个宇宙的背景 把它变为背景 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更换了这个人 它的后面的背景了 所以能够去打造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下一个技巧就是 你可以复制页面的样式 比如说这边我准备了两段素材 它都是关于三的素材 那我可以首先对这段素材的画面 进行一个条件 我可以选择编辑 然后选择滤镜选项 选长看全部 那这边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滤镜了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这个滤镜 加入到画面上面 你可以看到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效果了 然后呢我可以单独对它的画面 再进行细微的调节 比如说我调节亮度 把它变得更亮一些 然后把它变得更暖一些 再给它加入一些运营 我可以来播放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想要的画面的效果了 那如果说我也想要把刚才的效果 运用到这画面上面 我就可以选中这个画面 然后右击 这边我可以选择复制页面样式 这里要注意到 这是一个Compo的功能 选中之后 再选择这个画面 再右击 那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画面上面 也有刚才那样子的样式了 下一个技巧就是隐藏页面 那如果你在使用Cama去剪新片的时候 有一些的画面 你并不确定是否要把它删除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隐藏页面的功能 暂时不删除它 但是在播放的时候 又不会出现在你画面里面 比如说我现在想去隐藏这个页面 我可以右击 然后选这个隐藏页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它就被隐藏了 那我现在可以来播放一下 像这个画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它是不出现的 直接跳到这个画面上面 随着功能 在你剪辑影片的时候 也是非常有作用的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开始使用Canva 并且解锁30天的Compo的免费使用 我想了解更多关于Canva教程 你可以点击这个播放列表 欢迎来自新片点的帮助 想让这部影片点个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Canva内容 追踪我IG 能够和有更多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